她是红遍等土的天才童星,却二进监狱。而她也曾是童星,如今却精神失场吃垃圾。血泪教训。 如今,许多想观小童、杨子这些童星在娱乐圈发展得如鱼得水, 促使一些家长不顾孩子感受,将孩子寄入童星的竞争中。 即使童星这份职业很辛苦,比起小小年纪已经地中海的阿尔法,下面介绍的两位童星最惨。 还记得海豚弯恋人里可爱的小男孩达达吗? 她叫王心意,八岁的她哭戏直接秒杀了现在的杨颖。 她还凭起阳光下的足迹成为最佳男配角。 当所有人以为她前途无量的时候,她长大后却成为了台湾版李天一。 很难想象小小年纪的她,竟然和14岁的女粉丝直播脱衣服。 不仅如此,王心意17岁就参与斗殴,后被警察拘留。 没有反省反而变本加厉,21岁持血将人堪成重伤,再次被逮捕。 一辈子就这样了,家长难道都不管叫吗? 再来说说人生由云端跌入谷底的李传。 李传算是富二代了,爸爸是哈尔滨电局局长,妈妈是电影院的经理。 他九岁在年轮里扮演学生时代的王小松明生大噪。 不幸的是父母接连去世,让他无心拍戏,整个人颓废消极。 又沉迷于炒谷,将父母留下的巨额财产连房子一夜输光。 受不了打击的李传失踪了,当大家再见到他时,他已经精神失常,在路边流浪,睡大街上,饿了就吃垃圾。 不得不说,童星是一份危险的职业。 王新义,1995年10月25日,台湾前男童星,因演出偶像剧《海豚弯恋人》中男主角,同年时期打打一脚而被大众所熟知。 两位哥哥王俊义,王明义同为同星。 出身隔代教养家庭,七岁为贴补家用出道,参与《大爱》等电视剧演出。 因演出偶像剧《海豚弯恋人》而走红,之后偶像剧、电影、广告邀约不断,13岁时入围金周奖。 国中时加入竹联邦政堂,2012年8月14日曾因桃园警方扫荡竹联邦被捕。 2016年7月21日深夜在桃园市卢竹区涉嫌帮夜姓友人出气,与同伴持铁旅报、西瓜刀等物坎人,造成一名举性少年重伤昏迷。 卢竹警方以车追人,七小时内就在新北施万里区被逮捕。 7月25日,被依杀人未遂罪嫌生压迫准,2016年11月3日,桃园的检署侦查终结。 一杀人未遂罪嫌江王欣义等五人提起公诉,目前已被交报后传。 参考来源。 欢迎投稿,爆料或者吐槽,加入我们群族不要爆料,或者发邮件到我要爆料粉丝页。 我们会有专门记者,帮你编辑成为文章,发布到我们网站。 欢迎投稿,爆料或者吐槽,加入我们群族不要爆料,或者发邮件到我要爆料粉丝页。 我们会有专门记者,帮你编辑成为文章,发布到我们网站。